妈妈我真的真的很爱你 第一名模林志玲出席公益活动 说到母亲眼眶一红 语气哽咽 之前传出无慈美健康状况不佳 让志玲姐姐心疼不已 母亲节然后一定会在台湾 然后陪妈妈一起过 然后不知道就24小时 看她愿不愿意牵着我的手 妈妈的健康状况都是很好 很稳定也很开心 林志玲和妈妈感情好 为了照顾家人 选住家最注重隐私 十年前买下中正区 百达富利的百坪豪宅 不但有专用停车厂 还能直通顶楼 最算房产增值3000万 商场也许多你无法预期的事情会发生 但说到投资八年前 林志玲力挺哥哥 亲自代言家里代理的德国化妆品 没想到经营不善 参配2000万收场 老板之一 欢迎欢迎 第一名模没放弃 2011年继续和艺人好友陈柏林 贺军响合资开发廊 当起林董市长 副业投资之外 现在更传出 智玲34D的傲人美胸 砸下八位数 重金投保 完全没有 我觉得对啊 如果你任何部位不健康 其实保险也没有用 所以我都没有 虽然智玲姐姐认为健康最重要 但是吸引粉丝的清秀脸庞 苏玛娃娃英 加上美腿美胸 就是第一名模最重要的招牌资产 在徐云城舞陈一杰台北报道